龙中队战略 龙中队与踏上队的战略眼光谁更长远 谁的更符合实际 我们来分析下 一 鲁肃的踏上队 鲁肃的踏上队战略是三个战略中最早提出的 公元200年 周瑜把鲁肃推荐给孙权 鲁肃率领部署投奔到孙权麾下 孙权见了鲁肃 十分欣赏 和鲁肃和踏对应 这就是著名的踏上队 孙权对鲁肃说 现在东汉王朝就要倒塌了 天下纷乱 风起云涌 我继承了父兄的基业 希望能有齐桓公 晋文公那样的工业 先生既然能够会顾于我 怎样来帮助我呢 鲁肃做钢石的乱石提出著名的踏上队战略 东汉王朝是不能复兴了 曹操也不可能很快铲除 将军的战略最好是先立足江东 以成鼎足的局面 以便观察天下的间隙 因为北方实在是多变故 最后利用北方之乱 先搅除皇族 进而讨伐刘表 占据整个长江流域 然后见号称帝以便谋取天下 如同当年汉高祖一样 鲁肃的战略思想是 建立地业 先夺取长江以南 再扩张 最后一统建立地业 但对于一个政权的领导人来说 只有战略正确 才是政权发展的希望所在 鲁肃的战略至少影响了孙权的一生 所以当曹操南下时 孙权是不会投降的 他的眼光是整个天下 至少也是整个长江以南 鲁肃的踏上策是在当时的内外形势下 向孙权提出的战略规划 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 曹操很快统一北方 刘备势力很快壮大 出于对东吴集团利益的考虑 鲁肃对当年提出的踏上策战略 进行了一些调整 但踏上策的提出 就当时的形势而言 仍具有战略意义 由此也可以说 鲁肃称得上是三国时期一位具有远见的战略家 二 诸葛亮的龙中队战略 龙中队战略是在公元207年 刘备三股茅庐期间由诸葛亮提出的 当时的刘备手下有关羽 张飞 赵云以及几千人的队伍 一大半还是刘表之缘的 当时刘备准确地说是有着一腔热血理想 却身无常物的一支很小的军阀力量 当时的天下形势是 北方的曹操已经接近了统一整个北方 正在进行远中乌环的战争 曹操统一北方已经成为定居 接下来曹操肯定要对南方动手 而南方的江东地区依然是孙权的事 立范围 并且孙权不断向西边的荆州扩张 荆州有年老体弱的刘表 益州海有刘张 汉中有张鲁 关中海有十几支军阀势力混居 龙中队的战略思想是 占据荆州 夺取益州 联合孙权 安抚湖人 修好内政 等到天下有变时 两路出击北伐 龙中队战略是基于当时的天下形势 所做出对刘备最有力的判断 首先要有自己的根据地 才有了发展的可能 其次 政治上要联合大多数 打击最大的敌人 曹操是敌人 孙权是盟友 无人是可以争取的对象 最后 天下发生变化时 才能两路出击北伐 所谓的天下有变 就是指北方的曹魏发生了内部权力交接 或者动乱 就能北伐了 但是 刘备显然没有认真执行这一点 这从关羽貌使的北伐就能看出来 从最终的执行结果来看 刘备在公元207年 几乎是一无所有 到公元219年 其势力已经到达了巅峰期 座雍京州三郡 加以州二十一郡 加汉中郡 加上雍三郡 还自立为汉中王 整体来说也是一个成功的战略 但从北与北伐开始 刘备的势力就开始没落 但并不是龙中队的问题 三 周瑜的二分天下战略 周瑜提出这个计划的时候 江东已经扛过了曹操经国来法的赤壁之战 曹操败退 而且刘备已死 刘从又投降了曹操 刘备尚未壮大起来 所以 周瑜在做出这个分析的时候 对荆州没有多说 是因为他已经把荆州使为江东的能中之物 重点在于劝孙权禁局一周 攻灭刘章和张鲁 然后和马超结盟 因为马超这时候还占据着关中地区 但周瑜这个计划 显然忽视了近在之时的刘备并不是省油的灯 荆州也并未完全被东吴收入囊中 荆州南方各军仍然处于无主状态 只是名义上归属于曹操 此计测过于宏大 难以把控 存在很大变数 即使周瑜活着 也很难完美实施 这也是后任者鲁肃不采用的结果 总结起来 龙中对战略最高明 也最成功 所做的谋划也更全面更深远 以当时刘备和孙权的实力对比 明显孙权的实力又远远强于刘备 然而鲁肃的战略规划 却并未能帮助孙权获得长足的的发展 而刘备却从一个流亡军阀 一跃成为了坐拥两周的皇帝 这都是龙中对的功劳